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2019年顺利通车 意味着拉萨至林芝的高级公路全线通车 而米拉山隧道在修建过程却遇到涌突水情况 会导致混凝土无法凝固 还会使投入的水泥量不断增加 为此中国成都理工大学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裴向君 公布了多年的研究成果 年度识变灌浆材料 当年最早投入使用的还是在亚龙江仅平一级水电站 该水电站也是全球最高的双曲拱坝 坝的高度在300米左右 当时使用的裴向君教授研发的新型材料之后 成功解决水电枢纽站宽凤灌浆加固难题 甚至在汶川地震治理中也是用了这种材料 而且在米拉山隧道中运用该材料 成功帮助我国在最高海拔隧道顺利竣工 值得关注的是年度变灌浆材料的成功问世 顺利增产21亿 并且还能节省50万吨水泥 之所以这种材料如此强大 主要是可以解决流沙固定问题 并且在水电站已经成功进行测试 而且当时裴向君教授亲自进入第一线 头戴安全帽身穿泥彩服 如同农民工一般 为此也被外界称之为民工教授 而裴向君教授是国际工程地质环境协会会员 中国地质学会工程会员 国土资源部地质灾害应急专家 可以说是身兼多职 据悉 裴向君教授研发的年度变灌浆材料 加入纤维塑纳 利用变中分子量 在水泥表面和快凝固物资之间形成缓冲带 这样就可以保证水泥能够有效的水化 再加入规律合计 能够加快水泥凝固速度 此外还是固态干粉状态 极大程度的方便运输 为此也申请了专利 并且这种材料的配方 也是其他国家模仿不出来的 可以说裴向君教授的研究成果 不仅能够节省大量水泥 同时也能够保证高难度工程顺利进行 至少在修建隧道的时候 无需担心没有办法应对泳水问题 而且此人还在原来的基础上 研发出凝固程度更好的升级版材料 可以说大大加快了我国修建隧道的速度 同时也成功解决世界性难题